自我介紹先,我叫做Adam 先頭其實都略略都提過 有一張照片 Terence幫我展示了出來 樣子很開心 其實我大概經歷了 現在僅僅一個月開始的過程 而我今天預備的內容 其實是一個兒童成長的經歷 我主要講一部分是Portfolio有關的 但我想先回應一下自己的感受 因為今天講的幾個topic 都是同一些上流 上流的意思是 在講工作和學歷之間怎樣銜接的問題 我想我自己的經歷 其實我是97年的石油龐 我想沒什麼人知道 其實我不是做 我不是讀IT 我又不是讀business 我是讀設計的其實最初 我讀設計的時候 正正是97年 當時其實我經歷了一個階段 好像現在的情況一樣 就是社會要很多 97年是什麼時間呢 方網故事未爆破 是一個很盛行的時間 然後當時就說 市場上高 其實你懂得IT 什麼叫做IT呢 懂得用電腦 懂得整網頁 你就前途無可限量 當時的世界是這樣 我當時97年 然後我有個選擇 究竟我應該讀大學 還是出來工作呢 我當時給了一個機會 就是說 喂 我有間公司 我的公司是IT公司 不如你走進來做 其實當時我很慶幸 我做了一個選擇 就是我原本打算出去報 我有興趣的是 我那次讀什麼科 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讀一個IT 即是讀電腦 然後理科 修藝術 然後學校告訴我 沒有這樣的人 是不可以這樣選擇科的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沒得讀 然後呢 我就憑了一個機會 就是不如出來做 那當時怎麼做呢 跟今天的情況一樣 就是你學得比人快 你就能夠把握到這個職業的機會 所以當時我去看過 Poly有沒有 97年來是沒有 Multimedia Design這個科目的 幸好當時我做了這件事 直到現在 我經歷就是發覺 其實入行之後 我做了第一件事很簡單 我去灣仔298電腦廣場 不斷買書看 那這個是我的學習道 我大部分都是自學 我見這個方法呢 去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甚至乎當時去到97年入行 2000年我寫了書出來 教其他人怎樣做這件事 我寫Flash的書 那這個發覺很奇怪就是 IT這個行業就是這樣的 這種承傳呢 其實真的靠一個 傳統的機制去教呢 其實未必是這種行業的態度 好了 這是我的經歷 那我今天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兒童成長的經歷 經歷就是回去了 回憶 回憶是成長的時候 是什麼感受呢 那我想試一試 start up有個好處 就是什麼都可以試 走一些 大家沒什麼走的經驗就是 通常大家在這裡聽 在這裡我講 是一種經歷 不如玩一下特別一點 互動一下 那我今天找了一位同事 幫忙拿一些零食給大家 大家先回到小朋友的世界 回到小朋友的時代 我昨天去選擇這些零食的時候 特意給大家的 這些真的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究竟小時候的童年回憶是怎樣拿回來呢 你沒有這種experimental的過程呢 你聽不明白那一會兒說的話呢 好 大家順便拿一拿先 但因為時間關係 慢慢在前面派的時候 我自己昨天選擇 其實很開心的 就是原來有時候經歷 發展內心的東西 那些是回憶啊 曾經有些事情發生過 在內心 影響你將來的個人 那我昨天選擇的時候 其實每選一樣 這些都是我吃過的東西 這些都是 我相信大家都吃過的了 有趣的東西 我叫它有趣的 因為是之後變成愉快的 所以我是80年後 80年代是有趣的 好了 這裏我想說一個項目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是設計師 所以我很著重的 就是經常會想 其實你在下面聽的時候 有什麼感受呢 這個產品設計出來 用的是什麼感受呢 我很在乎這一點的 其實我想放這件事 在今天的教育講座 就是說我正在教育 在座都是正在教育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都是一個小朋友呢 這個很重要的 就等於我們設計的教育制度 我們設計的工具 提供教學的課程的時候 一個好的老師 原來能夠記得 小朋友 他學習的困難 他需要在哪裡 你才能夠提供一個 適當的教育給他 那所以 今天大家先變一變小朋友 我想讓大家見一見 一些零食 你想起很多小時候的回憶 好 我想講一講 我從設計角度 講一講這件事 我用Design Thinking 就是本身我Design Design Thinking 我只不過以前 我們由設計畫面的東西 現在變成了 設計一個群體的運作 即是同事 生態系統 一些產品 用戶的經歷 其實我在做設計 我喜歡這個行業 當時很著重一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講 反式轉移 學生為本 今天講了很多次這件事 我就用一種需要 以人為本就是Design Thinking的原則 而經驗出發 經驗 UX這個字 是經常見到的 我想用這個字 看看 什麼叫UX 大家聽過很多次這個名字 有機會 不過我想用這個圖 很簡單比較到 UI就是Interface 看到的東西 OK UX是什麼 是感受 就是那種設計 令你這種過程 得到目的的期望 好 但也有些抽象 不如看個實例 我覺得很好 很容易明白 茄汁 左手面 紅色那個 茄汁 紅色的右手面 右手面 左面那支 左面那支 紅色的茄汁 就是UI 來的 UI就是功能 是一支茄汁 但大家經歷過 倒極都倒不出 UX 反過來 這件產品 再加上用戶的體驗 就翻轉到下一個項目 OK 大家明白了什麼叫UI 所以 為什麼我講這件事呢 我今天想講成長系統 講成長系統 其實香港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發展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我會今次選擇 開始的時候 還做這件事呢 是有些原因的 我形容就是 香港大概十幾年前的 到現在 我看到兩個問題 我形容叫UI 因為它用一個 Portfolio of Learning 其實這個範圍 這個字 我抄一個概念 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大家在教學一教 都接觸過這個字 Off Learning的意思就是 發生了一個結果 他學了的東西 呈現了 放在裡面 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不能普及呢 就是 其實原來大部分的學校 是有一個服務的 幫學生做了這些東西 讀畢業的時候 燒一些CD給他 這是第一件事 小朋友是不用 沒有一個叫動手做 動手學 動手分析 沒有邏輯在裡面 所以學不到過程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個科技的問題 那個Portfolio其實是 很難以前的世界 你叫他有回應 有反思 立即做 其實不是手提電話的話 很難有一種 沒有活力的效果 好了 其實這裡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我們用一種 過去的歷史的方法 看Portfolio 我覺得還是不會有新的發展 我會這樣看 但是Portfolio 是一個實際需要 有運工也有一個Portfolio 我的概念就是 不如Portfolio for learning 向前看 怎樣將過去的 發生了的歷史 透過大數據也好 有不同的自分者 加在一起 去產生回饋 促進一個新的學習 所以這個Portfolio 發生了的東西 是引導你向未來 怎樣去改善自己 優化自己的強項 弱項 我們在這個角度去設計 今次這個叫Portfolio for learning 這個project 促進回饋 促進學習 其實回到去就是 學語教的核心 其實這張照片很有趣 是我一個朋友 他是千叮萬燭 叫我每一次都講這張照片 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認識了十幾年 是老師來的 因為他就說 其實你用這個方法講 就更加突顯到Portfolio for learning的特色 在香港 意思就是說 三合一 為什麼在香港呢 香港的老師 是有些不同的特質的 就是除了教學 還要做很多行政的 所以一個工具 要想起不同的持分者需要 這個Portfolio的apps就是 就是可以把學校的行政 處理了 令老師由這個多餘的空間 先走出來 第二個就是 家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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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去做呢 他沒有參與過程 同行那個步驟呢 第三步 學生成長 他沒有自己的engagement呢 好 好 等於先講講這張篇 我的概念就是 不如把所有東西 擺在一個雲 而這個雲 不是跟一間學校的 現在傳統的Portfolio 就是跟某一間學校 所以他畢業 就想要怎麼export CD 很奇怪的 是CD 我都不知道 怎麼讀到CD 現在問題是 好了 但為什麼不是一個Portfolio 是跟一個人 是跟一間學校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又用一個雲 這種方法處理了它 工具呢 其實我設計了幾種 但是 第一個就是 我有家校溝通的工具 先解決就是 學校的老師 其實有沒有一些工具 令他日常跟家準溝通 方便一些 例如通告 交貨拆 回調 同一時間家準都很緊張 第二個就是 行政上高呢 有沒有一些考勤 我特別想講一個 叫多元智能概覽 其實這支名字 我reface 簡單一點 就是 其實是ECA 第三個就是 親子成長 這個就是 家長engagement 一般的Portfolio 或者學校的軟件 很少去 照顧學生 或者回到家裡之後的需要 我這個特別是 想放回一個位置 就是親子 那種經歷是沒有理由 沒有爸爸媽媽媽 沒有家庭的環節 最後才變成Portfolio 如果加多一件事 就是這種 Design Thinking的思維 最後誰先用 我就會加一張圖 我永遠都記得 有個小朋友在那裡 他怎麼想意上這件事呢 不是學校怎麼想 是他怎麼想 那我們很幸運 就是在數碼講的支援之下 我們其實在2015年10月 就出了一個Product 出來了 其實現在已經 大概有五十幾間學校 正在用的了 有香港的 有澳門的小學 有幼稚園的學校 正在用這個Product 那我們有不同的學校資源 我也感謝這一批學校 因為不斷地 我們正在調整一些方法 怎樣可以學得好些 經歷回饋得 反思得好些 所以有很多Online的活動 Offline的活動 接觸很大量的家長 我們一個月這個App的使用 其實打開App 已經是十八萬次了 在一個月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數字 而令到每一個持份者 重新綁在一起 過往是分開的 即是學校 經常有個家長日 就問一下 其實學校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透過家長日才做呢 平時的App 資訊科技那麼流通 為什麼不是平時在做呢 其實手機電話都做到的 所以家長有帳 學生有帳 特別有一個Family 其實每個人 Family都有一個帳 即不同的家庭背景 都可以照顧到 而這個Program 其實是有兩個環節 就是手機也可以 我們照顧底層 假設它沒有手機 都可以用平台去看 好 看看一些介面 做些什麼的 打開App的時候 我第一個關心就是 家長會最緊張小朋友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 例如有什麼交貨拆 有沒有突發的事件的通知 小朋友在Attendance 會不會回到學校 有沒有遲到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老師想我今天知道 即是家長知道的事情 其實這個模組 Growth有一個特色 多好 我也感到我的同事 團隊幫忙 就是我們是一個 很高用量的App來的 其實到了今一月 一月份已經有400萬條記錄 在用這個App裡面應用 我覺得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它是Mobile Base 這個很重要 不是電腦 大家的經歷一樣 我上次都是這樣 不見了錢包 你是會不知道 不見了電話 是馬上知道 那當然是其中一個 如果我將先頭 那種這麼方便的工具 不是再放在PC 是放在手機 老師就有這個介面 用來做什麼呢 如何促進成長呢 第一件事 裡面呢 可以分很多群組 以前過往 這些App 很分為各式用的 例如我是行政人員 就行政用 但現在這個App 其實去到 班主任科目的老師 科學活動主任 甚至乎校工都在用 例如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不同的突發事件的通知 學校的 如果回到你是家長 那天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 跑步了冠軍 第二名第三名 他回來很開心跟你說 你分不分解 他當時的喜悅是怎樣 原來這張照片 是否可以馬上傳到手機 再下去就是 現在小朋友 很多課外活動 大隊的老師 Selfie 這些是真實的相片 老師喜歡Selfie 其實班級經營的時候 平時日積月累做開 整個效果都會很好 那下去有些編章 我想傳給一些老師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老師的編章 我想傳給他們 提一提自律是怎樣 簡單來說 平時都不是很自律 不如有些編章給你們 看看 Content Marketing 再下去 就是 有些學校的活動 未必每個家長都能夠出席 嘉賓能夠出席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一個方法傳 甚至乎去到一些learning上高 這是真實的例子 就是 如果有一個方法 能夠出席某些學生家長的時候 例如 這間學校 他在某一個課堂活動完結之後 那天放學 那小朋友回去 溫習溫邊的一個項目 你不懂的東西 其實我課堂已經知道了 我不如每個人 給你不同的補底 或是透過這些 individual based learning 發生了 另外的例子 工友都會用的 這個app 近來我們加了些 features 就是 在technically 擴闊多些 不如影片又傳到 MP3又傳到 盡量多些回憶的 不同多媒體的事情 都做下去 另外一些feature 上面都基本上有 不過這個我就想跳一跳 通告的功能 這裡我跳一跳 基本上都有 可以 generate一些數據 提到家長回覆 將這些行政工作放回去 減少他的時間 其中一個 這個家貨拆的內容 這裡我想提多些 家貨拆很多學校都要處理 家長都很緊張 我知道很多學校 包括昨晚跟同事聊天 三點多發覺 因為家學校的伺服器停了 他們好像抄不到那個家貨拆 他會貼在Facebook 這個不是我們的學校 然後同事跟我談 是不是應該叫他用Growth呢 其實就是這件事 原來這件事 是家長每天都需要做 這麼需要做的時候 不如用這個APP 給那個TSS 同事可以拍攝了這個交貨拆出來 然後就會放上校網 貼上那個Push的手機 最大的分別就是 如果家長知道這個資訊 我們希望他多問小朋友一句 今天功課難不難 有沒有幫到你 將這些東西 記錄在學習的話題裡面 同一時間 老師都會收到 因為設計每一個APP 都會想三方面的人 學生和家長做了這件事 那老師有沒有一些報告 收回來 想不想到他們平時的 學生對於功課怎麼看呢 用多少時間做呢 其實先投這些模式 已經是很大的數量 一個月說八千多次 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 成長上高 成長上高 我們有個APP 那個APP就是成長日誌 那個interface 就好像一個 社交媒體的功能 為什麼設計成這樣呢 就是每個家長和學生都不用學了 平時你們在家庭裡面 將你們經歷的事情 譬如有些什麼開心的 舉個例子 小朋友在低年級是最多的 我們有些幼稚的用戶 是家長來的 他們就會存放很多家庭類別的報告 因為小朋友長大了 就像樣子一樣 很多有趣的事情 從小時候發生了 可以儲一個這樣的經歷 而儲的時候 設計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在背後就是分很多類型的 我們有一些叫做 學習類 娛樂類 體能類 興趣類 家庭類 得育類 其實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你除了專注平時上學做的事情之外 原來人生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發展的 你有沒有做呢 而每次做下去的時候 他一些反思題目就會彈出來的 不如叫他想多些 這方面 舉個例子 你近來有沒有挫折 原來你喜歡的偶像是哪一個呢 有什麼值得你學習呢 諸如此類 不斷啟發小朋友想多些 寫自己的歷程 當做一下做一下的時候 其實這個報告 去到所謂一個年度 一年或者六年之後畢業了 其實小朋友就要這個報告 擺在雲端 好了 我再想一個功能 我們下一步 這一步已經發生完了 我現在再做一件事 回到一個小朋友的成長上高 很開心的位置是什麼呢 我知道很多學生很喜歡參加課外活動 然後很多學校的老師都頭痛 因為太多課外活動 不如我們出一個feature去思考這件事 帶回到小朋友身上 先來我們不是看了呢 那個app裡面 有一些課外活動的記錄 例如參加了一個什麼活動 有什麼成就獎學拿了 第一個問題是想學校問 出不出到report的 當然啦 出一些多元智能評估報告 不過我們不希望停在這個位置 否則這個叫做行政工具 我們希望逐一件事是什麼呢 同工會知道了 有大量的websense data要進入的時候 有這麼多課外活動 登記誰參加誰不參加的時候 能不能夠透過這個課活動 才解決學校要的東西 就是變成了一個課活動的報表 出了一個人財富的工具 但是了 跟成長有什麼關係 跟回憶跟反思有什麼關係呢 就在右手邊 Growfap 依然有個角色在這裡 不如第一件事 那個小朋友可能在校外 參加了一些自己參加的活動 不如透過這個app去申報吧 而申報的過程 我們不希望這樣填一些 硬性的數據資料 不如你再把你的當日的相片 你有沒有一些珍貴的時測 放進去 有沒有獎狀 放進去 讓老師審核和了解你多些 第二件事 這個也是重要的 這個報表產生了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提起小朋友 過往是怎樣呢 現在今天也是這樣的 就是全部的websense data 進入之後 是希望出了一份報表 但是如果這個data 能不能夠變活一些 將這些東西提起小朋友 當時其實你學到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把當時的紀錄寫回一個反思 重新回到當時裡面 沉澱一下你學到的內容呢 這個就是變成課活動 同城章日節之間 不斷可以做很多clossover的地方 再來一個更加重要的 就是回到學校整個整體 前頭那個學生 跟學校裡面有這麼多 不同技術的人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呢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個機制 我search 回來了 在一個系統 我想找興趣班 我想找得獎 我想找拿冠軍 田徑的學生出來的時候 幫學校去代表比賽 這是第一個動機 第二個動機 在右手邊這個圖是挺有趣的 我們用了一種叫TechHow的概念 這個小朋友知不知 他每參加一個課活動呢 我們都會加一些能力點給他 就是說你參加四五個課活動 那些能力點可以加進去 大家玩個link-in 其實你的技能 是可以由你自己 rank 或者別人的 rank 給你 每次深加課活動 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這個TechHow就是屬於你的技能 其實你往後的發展 或者 因為有這樣的呈現之後 其實老師和你個人 都可以更加選一些 適合自己的課活動去做 好了 其實最後整件事就是 我們希望將這個project 將那個 學生的學校經歷的數據 在家庭和小朋友之間親自經歷的數據 和學校行政的數據 都加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portfolio 而這個portfolio 可以透過大數據的方法 告訴小朋友 將來應該怎樣改善好習 好 那我的時間到這裏 謝謝 謝謝Adam 謝謝